好,大家以为温度回温了,但是又降温了 中央次项鼠表示,周二封面通过以及大陆冷气团南下 天气由湿冷转为干冷 受到辐射冷却的效应,花冬早晚比较冷 也预计影响到周四的星辰,温度才会稍稍的回升 不过周五起呢,水气又在增加了 周日呢,又有封面报道 也提醒民众,春天的天气变化比较大 民众注意身体健康,避免着凉感冒了 本周天气,先冷后回温,先晴后见有雨 天气温度变化大 在天气部分,周央次项鼠表示 周二封面通过及大陆冷气团南下影响 花冬最低温预计来到15度 尤其早晚较冷,一直要到周四清晨气温才会回升 民众出门还是要注意保暖 这一周啊,其实天气蛮舒适蛮温和的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虽然受到这波比较强的一个大陆冷气团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它湿度比较少 天气就看起来就比较干 所以太阳会照下来 所以我们白天的温度还是看起来蛮高的一个情形 所以21、19、21 但是目前看起来就是因为清晨跟晚上 因为没有云的关系 所以早上可能会有一些浮射冷却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早上的温度其实还是蛮低的 大概有15度16度一个情形 然后15号16号开始 17号的时候天气大概就是蛮稳定的 一个升温的一个情形 然后到17号的时候 另外一波又会慢慢进来影响到我们 所以18号大概天气又比较变不好 所以这一周目前看起来天气还算蛮舒适的 但是就是早晚清晨的时候 可能就是受到浮射冷却的影响 所以温度会比较低的一个情形 所以这一周大概 比较注意的就是 如果你比较早起出门的时候 你要注意你的保暖 周四百天起大陆冷气团减弱 花冬气温回升 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 到了周五水气增加 花冬周末两天留意局部阵雨发生 周六又有封面通过 下雨范围扩大 温度转凉 提醒民众春天天气变化大 容易感冒着凉 务必多注意身体健康 记者蒋邦夜华联系报导